这几天天气炎热晴朗无云 不过马娃台风持续放慢速度转弯当中 好天气可要好好把握了 今年第二号台风马娃29号 还在台湾东南东方的海面上 逐渐逼近预估周三到周四最接近台湾 在过去一段时间 暴风半径有略微扩大到300公里 而预计在今天马娃台风会持续 朝比较偏西北的方向移动 但是它的整个移动速度 已经开始逐渐的减缓下来 一直到周末之后 才会随着导引气流的带动而逐渐远离 马娃还没来 但29号30号这两天受到沉降作用影响 可能在西半部出现37度高温 明天在西半部地区 尤其是新竹以南的高温 还会比今天更高 特别是在我们中部地区 是有机会来到36甚至37度的高温 所以要提醒西半部的朋友 虽然台风在我们附近 但是反而要注意到的是天气特别的炎热 东北部地区以及北部的山区 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好雨出现 不过30号开始 外围环流影像降雨会更加明显 尤其大台北宜花地区 要注意局部大雨至于长胖又变大的马蛙 发布海景机会大吗 陆经来预估如果整个大环境没有特殊变化的话 最快可能是在今天的晚间到明天清晨 这段时间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那陆上警报的部分就要看台风 它在更接近我们以及北上这段过程中 它的整个暴风半径是否还有更接近台湾的状况 海景躲不了路径要再观察 气象局还是提醒马蛙台风走得慢 对台湾影响时间就长 沿海地区更要留意 强风和长浪防台准备不能少 欢迎订阅吴志恒宋志宁台北参谱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